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前我也是这样的 基督徒说 哦 我们现在却撇下灵鹫无知的事不谈 来讨论另外一个有意的问题吧 盼婉说 完全同意 不过还是请你先讲 基督徒说 好吧 你知道不知道大约十年前 在你住的那一带地方 有个名叫乃石的人 当时对尊教很热爱的一个人啊 盼婉说 知道他 当然 他住在缺德镇 里城市是面貌两英里 他是一个叫做走回头的贴邻 基督徒说 对 他跟他住在一起 这个人曾经觉悟过来 我相信那时候他对自己的罪恶和 因之而有的报应都看到了 你盼望说 我同意你的话 因为我的家离开他只有三英里路 他常常痛哭流涕地来找我 我的确很怜悯他 对他并不是没有抱过希望 不过我们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喊阻啊阻啊的 基督徒说 他有一次对我说 他决定要走天路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突然间他认识了一个名叫 偷懒的人 从那以后 他对我就像个陌生人 盼望说 好 既然我们谈起了他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他以及他的那些同类 为什么突然堕落了 基督徒说 这种谈话可能很有益处 不过请你开始 盼望说 那么据我判断 有四个原因 一 虽然这些人的良心 觉醒了过来 可是他们的思想 还没有转变 所以因知罪而产生的力量 一消失 踪下热忱 也就冷淡下去 他们自然而然地 又回到老路上去 就像我们看见一只狗 因为吃了某种东西 得了病 在他病的期间 他把什么都一股脑吐了出来 他并不是自愿这样做 如果我们可以说狗有意志的话 而是因为食物在他肚子里作怪 可是他的病一股脑的肠胃也舒服了 他并不讨厌自己 所吐出来的东西 因此又回过头来把一切都吃下肚去 因此又回过头来把一切都吃下去了 尤斯坎拉圣经上 尤斯坎拉圣经上写的 可不假 狗所吐的 他 转过来又吃 所以我说 如果只是因为认识到地狱的折磨 又害怕这种折磨 也热衷于天堂 那么 对地狱的观念和对沉沦的恐惧 一旦冷淡了 他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 也会跟着冷淡下去 因此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 他们之罪的心和恐惧一消失 他们对天堂和幸福的渴望 也就不再存在 那时候 他们就回到老路上去了 二 另一个原因是 他们被一种奴隶性的恐惧所控制 我现在说的是 他们对人们的恐惧 因为恐惧人的陷入罗网 因此 虽然当地狱的火焰 快要烧着他们的耳朵的时候 他们好像很热衷于天堂 可是 到那种恐怖心稍微差一点的时候 他们又改变了主意 那就是 放聪明些 有好处的 还是不要冒那失去一切的危险吧 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 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 或者至少 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可避免和不必要的麻烦吧 于是 他们又随俗了 三 宗教所给他们带来的羞辱 也成为一种阻碍 他们傲慢 自大 在他们看来 宗教是卑微 下贱的 因此 当他们失去对地狱和将来的天罚的观念的时候 他们 又回到老路上去 四 认识到自己的罪和思考 将来可怕的光景 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 在苦难没有临到头之前 他们不愿意证实他 虽然 如果他们愿意证实那些苦难的话 也许他们 一 看到他就会逃到正义的 人 为了 避难所 投奔的地方去 不过 就像我前面 所指出的 他们不愿意想起罪 和以后那种恐怖的光景 因此 一旦他们摆脱了对上帝的愤怒和恐怖的觉悟 他们就要乐于 硬起心肠 选择了会使他们心肠越来越硬的道路 基督徒说 你 这话真是一针见血 因为根本问题实在他们没有改变心意 因此 他们就像站在法官面前的最大恶极的罪犯 他浑身打仗 好像真心真意的悔感 可实际上却是由于害怕脚锁 显然 他并不是真的对犯罪感到厌恶 因为 只要他得到了自由 他还要行窃 还要做一个恶棍 翻过来 要是他从心底里改变过来 他就不会这样 盼王说 我已经把他们堕落的原因 讲给你听了 现在请你讲讲 他们是怎样堕落的 基督徒说 我很愿意讲 一 他们把所有凡事有关上帝 死亡和将来的审判的念头 全都抛在脑后 二 接着他们渐渐 抛开个人的义务 如在私事里祈祷 压制欲望 警戒 为犯罪痛苦等等 三 然后他们躲避活泼 热心的基督徒们 四 这以后他们对听道 看圣经 参加聚会这一类的义务 渐渐冷淡 五 接下来 他们开始 就像我们说的 在虔诚的人身上找错 而且情形极恶的挑剔 目的是要显得把宗教 抛到九霄云外 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在那些人身上 看到了某些缺点 六 于是他们开始跟世俗的放荡的 和银邪的人为物 七 接着他们就暗地里开始世俗的 放肆的谈论 如果他们干见 被认为正派的人 也这样做 他们就很高兴 因为他们可以 放下他们 更大胆地做起来 八 这以后他们开始公开地犯小罪 九 然后他们 应许心肠 原形毕露 这样 又给送进苦难的深渊 这时候 除非受到了 出乎恩典的奇迹的拦阻 他们将永远在自欺中灭灰 这会儿 我在梦里看见天鹿旅客 走完 捉摸之地 进入 有夫之妇的国土 那儿的空气甜蜜 而愉快 他们的路在那段地上 直接穿过 他们暂时在那儿歇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 婉转的鸟声不绝于耳 每天 看见鲜花在地上出现 还听见大地上频频传来 搬鸠的叫声 在这个地方 太阳不分昼夜地照耀着 因为这地方远离死云谷 也不在绝望巨人的势力范围之内 他们从这儿也望不见 怀疑堡垒 在这儿 他们可以引进 眺望他们所要去的那个城市 也不时看见 那个城里的一些居民 因为发亮的人 常常到这儿来散步 因为这地方啊 就在天堂的边缘 在这儿 新郎和新娘 重新定定婚姻 是的 就是在这儿 新郎 怎样喜悦新娘 他们的上帝 也要照样喜悦他们 在这儿 他们有吃不尽的骨子 喝 喝不完的美酒 因为他们一路上 所寻求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 都非常丰富 在这儿 他们听到 从那个城市 发出来的喊声 高呼着 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到 你的拯救者来到 看到 他的赏赐 在他那里 那地方所有的居民 都称他们为 圣民 耶和华的 居民 被 倘固的 等等 他们 在这片地上 散步的时候 他们比在 离开 在天国更远的地方时 欢乐得多 而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天国 他们越走进那个城市 就把他的面貌看得越清楚 那个城市用 珍珠宝石建造的 街道是用金子铺的 由于那个城的天然的荣光 以及阳光投射在上面的反应 基督徒因渴望而得病了 盼望也发过一两次同样的病 因此他们在那歇了一会儿 由于痛苦而喊出 如果你们看到获得良人 告诉他 我因私募他而得病了 到他们的病底恢复了一些 能勉强服病上路的时候 他们又往前走 越走越近那个城 那一片有果子园 葡萄园和花园 所有园子的门都朝马路敞开着 他们走进那些园子的时候 见一个园丁 迎面站在那儿 旅客们问他 这些良好的葡萄园和花园是谁的 那园丁回答说 他们是国王的 他为了自己的娱乐 也为了让旅客们得到安慰 在这儿设下了这些果园 于是园丁领他们进葡萄园 请他们随意摘食各种甘美的果子 他还领他们看国王 常常散步的地方 和他喜欢在里面歇脚的亭子 他们就在这儿逗留 并且睡着了 我在梦里看见他们在这次睡梦中讲的话 比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讲的还要多 园丁 看见我对这件事觉得奇怪 就对我说 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耐人寻味呢 这些葡萄园里的葡萄非常可口 谁吃了他们 在睡着的时候就会讲话 后来我看见他们睡醒了 他们准备上路往天国去 不过像我刚才讲过的 阳光投射在那个城市上的反射 因为城市津津的 是极端的辉煌灿烂 因此他们这时候还不能张眼观看 只能通过一种特别的契机观看 于是我看见他们往前走的时候 有两个穿着像金字般发亮的衣服的人 走来迎接他们 他们脸上也发着光 他们问旅客们从哪来 他们就告诉了他们 他们还问他们在哪住过 路上碰到过哪些困难和危险 哪些安慰和欢乐 他们也一一告诉了他们 那两个前来迎接他们的人 你们还要过两道难关 以后就抵达城里了 基督徒和他的同伴要求 那两人陪伴他们同行 他们说他们很愿意 不过他们说 你们一定得完全依靠自己的信心 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我在梦里看见他们一起往前走 一直走到忘得见天门的地方 我又看见在他们和天门之间 有一条河 可是河上没有桥 河非常深 一看见这条河 旅客们急得目瞪口呆 跟他们一起走的那两个人说 你们得走过这条河 不然就不能到达天门 李康们就问 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通到天门 他们回答说 有的 但是除了两个人 就是以诺和以利亚以外 自从创世以来 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允许 走那条路 在最后的号角 吹响以前 也不会有 旅客们 尤其是基督徒 开始意气消沉 左顾右盼 但是找不出一条路 可以避开那条河 然后他们问那两个人 河水 是不是到处都一样深 他们说 并不都一样深 但是这件事他们是爱莫能助的 他们说 因为河水的深浅 完全要看你们对这地方的国王的信心而定 接着他们开始涉水 一下到河里 基督徒 渐渐下沉 他 向他的好伴里喊着说 我在深水里沉下去了 波涛 从我头上打过 他的波涛 在我身上蒙过 希腊 于是他的同伴说 别担心 我的兄弟 我碰到河底了 没有问题 这是基督徒说 我的朋友 死亡的痛苦 把我团团围住 我见不到 流奶 一蜜的地了 这句话刚说出口 一片黑暗和恐怖 笼罩了基督徒 他只觉得眼前茫茫然 他已经失去大部分的理智 既记不起 也不能有条有理地 讲出他在路上吃过的 任何一种可口的食物 但是 从他所有的话中 还可以听出 他心里是多么恐怖 他生怕自己会死在河里 永远 进不了天门 旁观者也可以看出 他想起了他过去所犯的罪 已知心里非常烦恼 有的罪是在他走天路以前犯的 有的罪是在他走天路以后犯的 同时也看得出邪灵鬼怪的 显然扰乱了他的心里 因为他的话语中 不时都有这种暗示 盼望这时花了好大劲 扶住他兄弟 使他的头保持在水面上 是的 有时候他完全沉了下去 接着 不一会儿 他又扶了上来 万死不活的 盼望还想尽办法安慰他说 兄弟 我望着见天门 那儿 有好多人站着迎接我们呢 基督徒只 回答道 他们是在等你 自从我认识你至今 你始终就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 盼望说 你也是这样的啊 基督徒说 兄弟 要是我没错的话 他这会儿 总会出现来拯救我的 但是由于我犯了罪 他把我带进了陷阱 并且把我丢在那儿 于是盼望说 我的兄弟 你完全忘了圣经上记载的 关于邪罪的人的话 他们死的时候 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 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遭灾 你在水中所经历的这些烦恼和痛苦 并不表明上帝把你丢弃了 上帝是利用这些烦恼和痛苦 来考验你 看你会不会想起 你过去从他那儿得到的好处 在苦难中 会不会靠他生活 然后我在梦里 看见基督徒沉思了一会儿 盼望又对他讲了这几句话 别灰心 基督耶稣会保全你 基督徒听了这话 大声喊道 哦 我又看见他了 他对我说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蹚过江河 水 必 不忘过你 他们两人都 大大鼓舞 这一口水 就像石头那样稳定 直到他们 走过了 整条河 不久基督徒脚踏实地 后来一路上水 都很浅 他们就这样 走过了河 他们看见那两个发亮的人 又出现在那边岸上 正等候着他们 因此 他们一出了水 那两人 就向他们招呼 并且说 我们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 为那将要承受救安的人效力 他们就这样向天门走去 你得注意 这个城市是在一座雄伟的山上 可是两个旅客轻易地走上了山 因为那两个人搀扶着他们走 而且他们 把他们陈氏的衣服也丢在河里 虽然他们进去的时候 还穿着那些衣服 走出河的时候 他们就不穿了 因此 虽然这个城市的地基 比云朵还要高 他们上山的时候 步子轻快敏捷 他们通过天空的领域 一面走 一面温和的谈话 因为 他们已经安全地渡过河 并且 有这样荣耀的伙伴伴送着 因此心情非常愉快 他们跟发亮的人谈的是关于 那个地方的壮丽 后者告诉他们 那个地方的美丽和荣华是 无法表述的 他们说 那儿是西安山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他们说 你们现在是到上帝的乐园里去 在那儿你们会看见生命之树 吃他那永不凋谢的果子 到了那儿 他们会给你们穿上白衣 你们每天可以跟国王一起谈天 散步 直到永永远远 在那儿 你们不会再看见你们 在地上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悲痛 疾病 苦难和死亡 因为从前的事情已经过去 你们现在是到亚伯拉罕 以扫 亚各和众先知那儿去 他们都是上帝不让遭难的人 现在都在床上安息着 每个人正直地走着 客人们就问 我们在圣地得做些什么 他们回答说 你们在那儿享受你们过去 劳苦的报酬 为你们所受过的苦难而欢乐 你们得收获你们所种植的 就是你们一路上为国王 所做的祈祷 所流的眼泪和所受的痛苦 在那儿 你们得带金的冠冕 能够永远 瞻仰上帝 因为 在那儿你们会看见他的真体 在那儿你们会不断赞美他 一面呼喊 一面感恩 你们在世间的时候 也想服侍他 但是由于肉体的软弱 所以那时觉得非常困难 在那儿 你们看得见上帝 听得见 他那令人无限欣慰的声音 耳末也都喜悦 在那儿 你们会遇到在你们之前 上那儿去的朋友 重温有情 你们也会欢心地迎接 每一个距你们之后 到达圣地的人 在那儿 你们会穿上荣耀尊严的衣服 坐在配得上和荣耀的国王 并驾齐驱的车马上 当他随着喇叭的响声 腾云驾雾 而来 你们也跟他一起来 当他坐在审判宝座上 你们也坐在他的身旁 不仅如此 当他宣判 所有不义的人的时候 不管审判的是 天使义或凡人 你们在那儿时候 也有发言权 因为那些人 既是他的敌人 那么 也是你们的敌人 当他 回到城里去的时候 他们 也随着号叫声回去 永远跟他在一起 永远跟他在一起 就像他在一起 那些疾问 对 会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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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